字幕提供 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李宗盛 陳愛玲 這個專門教小朋友的馬鈴老師 不敢玩做國教育 決定一年來 就自己嫁條 我的興趣是 這禪 種田 禪 念經 修行 這個嫁人家修行 給你做了準備 我要做了方法 就要看這麼瓶氣 說要過賣樓 他就穿上去打步一樣 然後就這樣撞下去 計程車問獎 對不對 生你的時候 已經生了三個女兒 女兒子 就是爸爸情世愛你 你的妹妹跟我做愛你 照你的命盤看起來 你今年會有爛桃花 我有爛桃花喔 我是第一次坐在這個地方喝咖啡 你想像一下你就坐在這邊 然後是那個在喝 殷屍下午茶的法國貴族 噗 我愛你哪一條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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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我愛你哪一條瓜 爸爸 我愛你哪一條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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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歡迎收看《逸想世界》 我是張凱英 林靜杰導演 睽違八年之後 推出曲台語弦音的新作艾琳娜 今天很榮幸 我們邀請到導演 負責配樂製作的吳旭文老師 來現場我們分享 在我們面前有兩位才子 首先為大家介紹電影圈的才子 林靜杰導演 導演好 凱英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第二位是音樂圈的才子 這是負責艾琳娜的電影配樂製作的 吳旭文老師 雪曼老師好 主持人好 各位好 林靜杰導演 我們都知道艾琳娜跟您的前作 最陽眼距離 可能在影片的屬性上 不太一樣 可不可以先幫我們介紹 艾琳娜是一個什麼樣子的電影 我想簡單的說 艾琳娜是一部很台的 然後很好笑的 很勵志的 很通俗主流的 很商業的一部電影 艾琳娜就是女主角 陳怡龍演的女主角 她叫陳艾琳 會叫艾琳娜是因為 所以爸爸生了三個男的 好不容易生到一個女生 所以她就說 女兒是爸爸前世的艾琳 女兒是爸爸前世的愛人 艾琳艾琳 乾脆給你取名叫艾琳 陳艾琳 平常會叫艾琳娜艾琳娜 叫久了就像艾琳娜 對 那這個艾琳娜 她住自一個勞工家庭 所以她也是一個到處打工的打工仔 那一心一意想要翻身 想要過更好的生活 所以這整個電影就是 她如何去邁向幸福人生 如何去努力要翻身 中間遇到的挫折 到最後怎麼覺醒的一個過程 但是艾琳娜的故事線 其實有非常多條 對 按照林靖傑導演自己的哲學說 可以用水墨化的透視法 來看這部電影 可不可以幫我們講一下 是 就是艾琳娜的主題 先從愛情出發 對 就是女主角想要找到她的真愛 過幸福人生 但是呢 這個故事線走著走著 你就會看到家庭 家人的這個情感 在這個戲也很重 尤其是那種很南部的很底層的 家人的那種感覺 然後接著再進一步你會再看到這個愛 再從家人之間再擴散出去 到你會關懷跟你同樣處境的 同樣接近的同樣弱勢的人 你會跟他們站在一起 這個愛再擴大到這邊 那好像這樣一層一層的這樣子 像涟漪一樣的一層一層的盪出去 要在一部電影裡面講這麼多 好像很容易就過於龐雜 對 那很多人都會擔心這樣 那我的對策就是說 我要盡可能的把一個南台灣的氛圍 環境 細節 每個角色他們戲可能沒有很多 但是每個角色要建立得非常的豐富 對 他們講話的語氣 他們發生了很多的細節堆砌起來包圍著 我們觀眾在看的時候就會覺得 我們是被這些東西所包圍著 而包圍著的這些東西 是我們日常生活中每天都在碰觸的 那因此你會有感 你有感之後這些細節都有感 你就不會一直在那邊問說 到底故事在講什麼 因為你已經完全融入其中 對 所以這裡就要講到 有的人會覺得說 那你要講愛情 就從頭到尾很專注講愛情這個主軸 你又差出去講家人 差去講社會議題 那支線好多好亂 我們到底要跟哪一個支線 那我就說你假如生活在這塊土地 那你對這塊土地發生了種種事情 有感 是有感的 那你在看這部電影的時候 你那個感覺就會帶著你走 你不用擔心故事的主軸 又到那裡 又到那裡 那所以我就講了一個美學的一個差異 我們太習慣西方美學 我們太習慣好像西方的美學 是唯一的真理 那是什麼意思呢 西方的繪畫就是單一透視 我們在看任何的西方的油畫 那些偉大的作品 他就是一個單一透視 單一透視的意思就是說 他有一個在有一個空間上的消失 消失點 那所有的構圖都跟這個 都集中以這個消失點為中心 去呈現他的前後左右大小立體 立體感 所以他非常的凝聚 對 單一透視非常凝聚 那這個是西方美學的優點 那用在電影的敘事 就是一條軸線很清楚 所有的事情都指向這個軸線 對 很凝聚 戲劇很凝聚 但是東方美學不是這樣的 我們去看我們的所謂的國畫 我們看清明上河圖就好 那個卷軸 他每一個點都值得你細細品味 很多的細節你進入其中 你就進入那個年代的人的生活的場景 然後宛如就宛如你自身其中 他們的英龍他們講話 他們買賣等等的 西方 東方的美學是閃點透視 我們看清明上河圖 他絕對不是一個單一透視點 所有的東西都指向他 不是 他是閃點 他是多點 多點透視 但是我們看清明上河圖也看得津津有味 我們不會說你為什麼有那麼多的點 那麼多的焦點 還有我不知道要跟隨哪裡 我們不會 我們包圍 我們進入其中被那整體所包圍 被整體所包圍是幸福的 是 不會迷失 愛玲娜裡面 我們真的聽到非常非常地道的台語 因為要拍屬於這種勞工階層的家庭的主軸的 電影其實比較少對不對 你想要接愛玲娜傳達什麼樣子的意念 愛玲娜這個主角來自一個勞工家庭 主要角色當然就是圍繞著他的家人 還有男主角都是底層勞工 我其實並不是刻意要講勞工電影 但是我想講的就是 一般台灣的小老百姓 一般的市井小民 一般民眾每天生活中都會發生的那些很有趣的 很爆笑的或者是很動人的片刻 或者很深刻的片刻 我很希望觀眾在看這個電影的時候 他在戲院看著這些故事 他會覺得很親切 就好像在講他的故事 對 那這些人的挫折跟幽默 那我覺得這幾年生活在台灣的民眾 好像都有一種普遍有一種很悶 挫折 一種挫折的感受 那這部電影我想拍出這樣的真實感 那觀眾在看的時候會覺得說 哇 拍出我們的心聲 我們有被瞭解到了 對 那觀眾覺得被瞭解到就會被撫慰 那電影的撫慰的功能是很重要的 但是這個電影這樣還不夠 在這樣的一個挫敗的一個社會氛圍裡面 我們不能就挫敗而已 我們一定要去努力的去振脫 即便就只是往前再跨一步都很好 所以最後我希望觀眾在看完這個電影 可以跟艾琳娜一樣 最後你用你的方式你扳回一層 你重新認識自己 認識自己的價值並不是去階級翻身 而是跟同樣需要幫助的人站在一起 用你的能力給予他們能量 並且獲得反饋 然後借過這個這樣的一個方式扳回一層 所以我期待觀眾在看完這個電影的時候 會覺得獲得了力氣 對 獲得了一絲絲的希望 對 真的就是錢益榮飾演的錢艾琳這個角色 大家都會對她有所共鳴 希望大家能夠再往上再翻身一跡 她想要重新爬起來 她透過一個行動 就是變成一個女俠 那是她的小提琴去幹什麼呢 去社會各個角落去演奏 我同樣弱勢的人 大家站在一起 修聽 給予彼此力量 我把這些社會議題 我用我自己認為最自然的方式 放進劇情裡面 這部片裡面我認為音樂的 也是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那音樂的操刀就是我們的雪曼老師 雪曼老師你說你跟靖傑導演合作說 你是要隔他的命 怎麼說呢 其實如果合作的話 又有機會合作 我都會隔導演的命 基本上 如果一百個配樂家或配樂師來做一百個電影 他做一個電影一百個配樂師 他最後結果一定是全然不一樣 那之前我可能會跟導演聊很多 他這個原生的雛形 主要架構 精神重點整個背景 是要做什麼 然後再去研究他的聽覺 他腦海裡面想的東西 包括文字的視覺 我可能都會像命案現場那樣搜索一次 大概知道這一個創作的人 他心裡在想什麼 他的聽覺的部分已經到哪裡去了 然後我當然就是 可能是一個比較沒有自信的人 我一直在找資料 一直在看 我很喜歡一個動作就是說 當我來隔你命的時候 就是我把我所知道的東西 呈現幾套到你面前 有的是誘惑你 你要不要這個 有的是試探你 有的是我自己想要的 那可能是通過 我讓導演通過類似這樣子 試探之後 最後才會凝結出一個 是所有團隊 包括導演 主創人 包括資邦 包括我所謂的市場 是全部人都會覺得最滿意的一套東西 那在考驗導演 是 想要隔刀的命 其實認真的講是要隔自己的命 我能不能 我能不能符合這個團隊 這個電影的精神宗旨 裡面的那個核心價值 然後用很漂亮的包裝把它包起來 然後呈現給大家看的時候 大家離開的時候會覺得 何況 精湛 不用心 我覺得我必須做到這一點 然後其實最後是在隔自己的命 希望能夠符合大家的需求 而且能夠在以後 大家再回頭看這個電影的時候 自己看這個電影 不會覺得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如果你對你的作品有不好意思 回頭聽 回頭看的時候 那表示你當初還有更好的想法 但是你想到了 但是你當初沒有做 你有把它實踐出來 對 但水馬老師你自己組過地下樂團 你又曾經是流行樂的很重要的推手 你剛剛有講到一個很重要的地方 是市場 顧慮到市場的考量 來做這部片的電影配樂 所以對市場的想法呢 我覺得 市場對我來講 是一個更深的藝術 因為它是抓到所有人的心情 我要給你看 我要給你感受 我覺得任何作品都是這樣 不管你多偉大 不管你這個好幾億 好幾百萬美金 對我來講就是 我看到這個東西 我帶著感覺離開了 我聽到這個東西 我帶著感覺離開 那是對所有全世界消費者 最重要一個訊息 傳達一個訊息 我傳達一個信仰 傳達一個故事給你 我想讓你感覺 感受到美好 感受到安全感 感受到這部電影 在台灣三十年來 曾經有過最基礎的家庭的原生 我們每個人都是這樣的家庭 裡面出來的人 包括導演 包括我自己 都是很低階家庭出來裡面的人 所以這個電影裡面 可以看到縮影 最後結果 要給大家帶走也是 台灣曾經在這三十年四十年 是這樣成長 希望大家都來看 最後可以帶感受離開 這塊土地 曾經有三十年 是這樣成長 我覺得那一天 可能是我這十年來 或十五年來 最覺得有華山論見的一天 擇翼的優秀在那一天 讓我覺得好可怕 我就是 我很厲害 我做十五年的唱片 做多少唱片 帶多少新人 他做多少音樂 編多少曲 三千多首 一千多首 兩人對在一起的時候 四十五分鐘搞定 雪曼很會講話 我剛其實就放空了 我想說他講那麼好 我就可以休息 再欣賞我就對了 然後當然他剛一番話的過程中 我從原來我跟他是靈魂伴侶 然後到原來你在欺騙我 然後到原來我們在這個過程中 有那麼多的驚險的過程 然後最後老天對我們很好 很驚險 但是我們拿到最棒的東西 對 原來我們經過了這些過程 是 是 是 我一直以為雪曼從頭到尾都非常篤定 非常有自信 非常有靈感 當然他一直是 但是剛剛雪曼講得很細膩 我覺得那個創作的過程通常就是這樣 你是很知道方向在哪裡 你很篤定 但是在那個走這個旅程的過程中 其實很多的顛簸 很多的歧路 然後很多的抉擇跟忐忑跟徬徨 你知道你會走到終點 而且走到那個終點是美好的 但是我們就一定得經歷這些過程 對 而且這個過程中 我們最好的夥伴一定會吵架 是 所以最精彩 吵架的部分沒有跟我們分享 這麼說好 其實兩位都像是彼此的艾琳娜 衝撞 彼此不斷地磨合 所以這次一起生的這個小孩艾琳娜 你特別可以幫我們說一下 你最驕傲的地方在哪裡 我覺得每一刻都會有不一樣的感受 那我今天早上加上一個廣播節目 然後講著講著 我就在就是這個艾琳娜後來她 她到了重挫的谷底 她想要重新爬起來 她透過一個行動就是變成一個女俠 那是她的小提琴去幹什麼呢 去社會各個角落去演奏 去為一些弱勢者們演奏 同樣弱勢的人大家站在一起 休聽給予彼此力量 並且獲得反饋 那我講到那個紡織工廠女工 這些從十幾歲就去進去 然後到了阿嬤了 終於可以領退休金了 然後老闆惡心倒閉 他們一毛錢的退休金都領不到 我既然講到那邊我哽咽 那我很差異 我很差異 所以我此刻我覺得艾琳娜我覺得做到了一點 我很感謝也很驕傲 現在也很篤定的就是 我把這些社會議題 我用我自己認為最自然的方式 放心劇情裡面 放心一部我認為它是一部主流的商業電影裡面 期待臺灣觀眾廣大的觀眾可以看到這些議題 所以我我得承認我有掙扎過 但是我很信心我留下來 把這些東西留下來 即便他讓電影產生了多點透視 而不是單點透視 讓觀眾可能會在看的過程中比較會覺得 東西太豐富了 到底要追隨哪一條線走 會有一點點困擾 但ok我覺得沒關係 我覺得一定要的 這些社會議題 這些弱勢者的內容是一定要的 就是雪曼老師呢 你覺得最驕傲的地方在哪裡 做這個project 我敢這樣講好了 很多作品是你可以馬上立竿見影的 會有市場結果的 但我會覺得他內心裡面 那個核心價值 就是那個誠意有出現嗎 你首先你可以 必須先有誠意 然後如果你用了 因為很多人很厲害的 很多人很會拍電影 拍得很好看 可是那核心價值如果沒有出現的時候 我會發覺這個電影對我來講是offer 我很害怕這樣的電影 很害怕這樣的導演 很害怕這樣的團隊 包括所有的作品 我覺得都是這樣 可是這個電影 絕對看到可以非常豐盛的誠意在裡面 包括看到導演 佩服他的自我糾結 因為每場景拍了一百五十 五六十場景 然後你要自己砍 砍成一百二十分鐘 一百二十場景 一百二十五場景 我覺得那個每一場景 都是你的小孩 對 那個你要有多大的胸懷 多大的氣度 你才能把那一分鐘三十秒砍掉 砍掉 這個章節砍掉 那個我覺得我都不太辦得到 講小孩聽起來有點恐怖 沒有沒有 那個那個肉 可以把肉消掉沒關係 自己痛就好 刮骨刮骨 騙尾曲其實跟哲義有很大的關係 然後其實我有一點就是那個叫什麼 過水一戰這樣子 因為我覺得這個歌最後一定要中 而且我要所有人聽到 一定要起雞皮疙瘩 這是我對自己的要求 我自己沒有起雞皮疙瘩 就不用講了 因為那一天去做這個歌 其實這歌 其實告訴你 這個歌就是做了四十五分鐘就結束 因為我想在那一剎那把我所知道 這三年來從劇本開始 所有的階段 我要凝結出什麼東西 就是那六行歌詞 給愛你哪一首歌 然後那是 阿爸的心情 我要講的其實就是這個 然後我要怎麼樣表達 因為我最厲害 因為我最擅長 我跟老天爺最接近的那個天線 最接近的東西 放在裡面 他應該聽起來是什麼樣 我是騎摩托車上山的時候 就一直在想這個歌詞 我應該怎麼表達 我一上去的時候 哲義看到我很開心 我是一片空白 我只有把歌詞大致上寫好是這樣子 然後他就開始幫我錄 然後那一天其實 我覺得那個那一天 可能是我這十年來或十五年來 做音樂的經驗裡面 最覺得有華山論見的一天 哲義的優秀在那一天 讓我覺得 好可怕 我就是 我很厲害 我做十五年的唱片 做多少唱片 帶多少新人 他做多少音樂 編多少曲 三千多首一千多首 兩人對在一起的時候 四十五分鐘搞定 而且他完全知道 我下一句要唱什麼 應該唱什麼 哪一個應該合聲 我現在都起雞皮疙瘩 那個是真的是 就是也許是這樣說吧 做創作人到最後 就是那一剎 就是你跟這個人對上 他知道你要什麼 我也知道你要什麼 兩人對上 四十五分鐘結束這首歌 然後他只有說一句話 誰慢 不錯 他能講不錯的時候 就已經不是那一個了 不是不錯而已 然後我就不需要再否定自己 跟沒有安全感 最後可不可以請兩位 用簡單的話 來推薦艾琳娜 你會在這部電影裡面 看到很多你的心情 你活在台灣這個社會 這塊土地上 很多的關心 很多的感受 在這關於過程中 你都會一直被觸動到 但是最後呢 就是再怎麼廢的人生 都要分離開出一朵花 對 這是我們希望 在這個當下 臺灣這個時刻 能夠帶給觀眾的 這感受很深 是來自於自己有了家庭 有了小孩之後 才會覺得導演說的 再怎麼廢的人生 再怎麼樣不順的人生 我最後還是要有一個結果就是 我們這一代人做什麼 關係到下一代 以前不會有這種意思 後來發覺 如果我留一個爛攤子 給我的下一代 那好像蠻不負責任 所以以前在講的時候 再怎麼樣廢的人生 再怎麼樣招 你也要怎麼樣反擊一下 fight back什麼的 可是現在這句話 就很強烈 再怎麼樣糟糕的爸爸媽媽或父母 也要為自己的小孩 墊一個未來吧 我現在就在做這樣的事情 所以艾琳娜會讓我感受是這樣 我如果要跟大家推薦的時候 那有機會來看這一個很用力 很用心誠意的作品 他希望大家帶著聽覺跟視覺感受 離開戲樂 然後再告訴大家說 這個片子還不錯 今天非常感謝淨潔導演跟學班老師 幫我們介紹艾琳娜 謝謝兩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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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